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可以把那表面的很多的這個塑化劑 透過這樣算的這個動作呢 就把它給清除掉 可以把它清除掉嗎 好 即便我們這個冷藏或冷凍 都是冰在冰的地方 沒有遇到熱 可是因為它有油脂 它有油脂碰到這個 還是一樣會讓塑化劑跑出來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肉品 怎麼樣去選到比較新鮮的肉品 那接下來就來看看 蔬菜要怎麼選 光討論這個肉品 就已經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 那肉品討論完 我們來看看蔬菜 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先來看這一則VCR 童蒿可是冬天吃火鍋少不了的食材 不過大家都不希望吃下童蒿也吃下了農藥 偏偏今年消極會在抽鹼傳統市場 或超市賣場賣的童蒿 農藥殘留問題還是有 因為抽鹼了20件有5成都有殘留農藥 雖然殘留量沒有超過標準 但其中有3件都被驗出有2到3種農藥 還有一件被驗出有平客做這種 沒有被允許使用在蔬菜的農藥 所以火鍋店裡面的蔬菜 我們怎麼可能用肉眼看出來 它有沒有農藥殘留 完全是沒辦法 所以讓它用鍋水去算就對了 今天學到最新的章 那那個農藥怎麼辦 實質上來講 最近有某個大的這個單位 跟某個大的出版社 某一個週刊嚴格來講 它把過去我們3年 我們國內差不多每一季都會檢查 蔬菜水果農藥 過去3年的這個結果做一個統計 看看它出狀況的次數有多少 裡面加了農藥的總類有多少 大概前10名都被列出來了 不安全的前10名都被列出來了 像是第一名是比如說是菜豆 第二名 碗豆 第三名是小黃瓜 像是萵具 像是青江菜 像是小白菜 像是青椒 以及很多它都把它列出來 番茄 它都把它把它列出來了 油菜也是 列出來之後 大家應該針對這樣的一個統計數字 去做一個參考 哪些蔬菜水果是比較危險的 哪些是比較安全的 是 像黨歐也算是危險的 黨歐是排名第11名 那還好 對 剛剛看那個黨歐已經這麼嚴重 對不對 黨歐第11名 其實那排名第一名的 可以不只是檢出頻率最高 它裡面同時檢查出來 三十種不同類別的農藥 再講一次那個蔬菜叫做 四季豆 那個蔬菜叫做菜豆 菜豆 對 四季豆 四季豆 對 可是上四季豆嗎 小黃瓜第三名啊 我記得 秋香老師跟我講一個事情 我覺得還是四季豆最驚人的地方 他就說啊 因為它又檢出這麼多種農藥對不對 然後呢 可是大家都很喜歡去餐館 吃一道名菜 叫做乾扁四季豆 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乾扁四季豆 因為它要先油炸過之後 再開始煸炒 可是呢 因為油炸的時候 如果有很多水是會啪... 就很麻煩對不對 他說所以就他所知 因為他自己進行餐廳嘛 他說就他所知很多餐廳 根本就沒有洗那四季豆 他就把它整理好 前面後面切 然後就會過油炸 很多都這樣 甚至有沒有洗 你就知道吃有沒有拔那個絲 拔那個絲有沒有拔掉 對... 有一些連絲都沒拔 大家要想一下嘛 很簡單嘛 那個開餐廳的最主要的目的 難道是維護大家的健康嗎 開餐廳主要的目的 嚴格來講它還是要營利的 那是它最主要的目的 它在最短的時間賺取最大的利潤 所以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在餐廳點過乾扁式 對 還好我不太喜歡吃 那一道菜真的還滿好吃的 其實你真的要知道 因為一般民眾都默默吃這些農藥 就不知道 因為它很少急性 可是直到之前 應該是去年還是今年有一個案例 你知道嗎 它是去路邊買什麼的 買那個蘆薈汁 然後它就是標榜新鮮蘆薈直接打汁 結果喝完之後馬上送祭寧口牆跟音樂 馬上送祭臨床讀物科 因為它農藥殘留過量 然後它可能又沒洗乾淨 整個打進去 馬上差點腎衰竭 天啊 因為我們農藥用量 因為台灣真的是地小人醜 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的那個3C產品 都跟韓國拼得很兇對不對 我們現在用農藥用量 跟韓國也拼得很兇 大概跟韓國非常接近 就每一公頃 韓國用了這個10.6公斤 那我們是10.2公斤 不相相差 嚴格來講世界的平均 平均值是每公頃是2 對 我們是打破多5倍以上 對 之前中台寫說 我們國人大概平均一年 大概每個人都分2 3公斤差不多 對 用量真的是滿多的 好 那如果說這些蔬菜 我們用熱水去燙過的話 它農藥殘充可以減低嗎 可以減低 就是所謂的接觸性的農藥 當然系統性的農藥就沒辦法了 因為接觸性的農藥 實際上就是噴在蔬菜水果的表面 對 或蟲子跑過去的時候 一沾到它就死掉 接觸性的 那系統性的呢 是我們就放在土壤 或者是打進去 讓這整個植物吸收 那蟲子去咬到這些蔬菜水果 它才死掉的 那如果是系統性的農藥 這就沒辦法了 是 就是很難去處理的 好 那蔬菜怎麼洗 它會洗得比較乾淨 對 其實清洗 我們當然自己知道 我們很多債人主婦在家記者 都滿小心自己會這樣做 那當然第一個 基本上一定要沖水 沖乾淨 就是流動的水已經沖掉 那第二個就是 剛才我們提過 另外用一部分是 有一些靜置的 像地瓜 南瓜 那種你可以買 很多媽媽不要買回來 馬上就吃 你可能放個空氣 流動的地方放個幾天這樣 那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可以的話 就是剛才有燙一下 有一些蔬菜 甚至我有時候 叫人家打精力湯 或者真的你要吃 你就穿燙過 你的蔬菜你不放心 你就滾水燙個大概 10秒 20秒之後 再去打 打蔬菜汁或水果汁這樣 那這樣也是一個方式 那另外一個也是就是 現在的除草劑 除蟲劑 大部分都是 像有機磷的農藥 是台灣用農藥最大宗的 最大宗 對 有機磷 磷它是比較偏酸性 那大家可以用一些 比較鹼性的食材 像蘇打粉 或是對 這一類的 你可以稍微把它浸泡一下 至少不如小補 可以綜合一些 所謂表面的這些農藥 用小蘇打粉浸泡 用鹽巴去洗 到底是對不對 不對吧 錯 絕對是錯的 這個其實我們已經提醒了很多遍 提醒了很多次 因為怎麼樣講 我們要水是要水的 本身的功能 水去洗我們這些農藥 或殘存的肥料 但是你如果把鹽巴 放進去了之後呢 這個鹽巴就會抓住 我們的水分子 水分子要去洗東西 這水分子就被綁手綁腳了 這個道理上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就用鹽水去洗 不如用乾淨的這個清水去洗 那為什麼 我們一般是防止那個 例如說我們吃蘋果 吃梨子 防止它氧化嘛 我們就用鹽巴去稍微泡一下 這個 其實這樣是沒有效的 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法 我會建議大家 你就拿一個類似這個噴的罐子 現在這噴的罐子 還有玻璃做的 還不是塑膠做的 250cc的水放進去 然後自己擠一個大湯匙的檸檬汁 然後再加上兩個大湯匙的這個白醋 進去把它混均勻了之後 那蘋果在這邊 你要吃蘋果的時候噴一噴 然後放在那邊 大概10到15分鐘 讓它作用一下 然後拿一個乾淨的布 把它擦乾淨你就可以吃了 甚至如果是進口的蘋果上面 都會有一層辣 那一層辣都可以去掉 我是提醒大家說 因為一般來講 大家去吃火鍋 火鍋最常給的青菜 除了剛才的銅烤之外 像現在也蠻常給青江菜 因為它便宜 青江菜幾個問題 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青江菜是之前檢驗出來 算硝酸鹽殘留度最高的一種 農藥它排名第六現在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 通常你會發現 他們給你青江菜 有些店甚至是一整顆給 差不多是把它打開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吃的時候 不要一整顆下 因為你把它剝開的好處 一 如果裡面有一點點沙 你就知道它沒有認真血 所以就知道問題 第二個是 甚至底部的部分也不要 因為底部的部分 相對有時候 比較容易有農藥殘留 因為它這樣留下來 所以我通常都是這樣撥 撥 底部就不要了 順便看然後丟進去 煮一煮再換鍋 這也有道理 對 大白菜跟高麗菜呢 這也是很常加的 大白菜跟高麗菜 其實也剪出相當高量的 農藥的機會也滿高的 但是還是一樣 大白菜 在那接近底部的這個地方 最好還是要把它切掉 然後最好是一片一片的看 洗的時候也是一片一片的洗 所以如果火鍋店看到 吳教授前來的時候 趕快進去再洗一片再拿出來 不太容易 因為我不太常會 不太在外面吃 對 大家都在自己家裡 所以我們買回去婆媽 尤其那種所謂的包心類這種的 最好是外殼把它剝乾淨 以前我們聽過社會新聞這個 裡面人吃裡面 外面的丟給雞鴨吃 結果雞鴨就爆壁 對啊 把它嚇死了 當然這個因為動物比較小 承受度比較低 但是還是有可能殘留比較多 那你就處理上還是要小心一點 OK 好 所以我們肉也還是比較 沒有辦法判斷 對 但是我有一個經驗 就是告訴大家就是說 因為現在用化肥的比例很高 尤其是蛋肥 蛋肥會產生很多酵酸鹽 蛋肥會就是葉肥 長葉的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那個菠菜有時候 以前阿嬤種了菠菜 那個葉子細細長長很天然 但是你看現在菠菜 嚇死的那個葉子好大一顆 梗了一點點 所以在比例上有時候還是可以 像青江菜也會有這種狀況 就葉子很大 葉子好大一個 梗比較小 但以前正常 如果用正常的肥皂醬 它不會有這麼大的落差的比例 但是我們總不可能一坐下來 發現這個葉子不太對 就是說這葉子太大囉 沒有 我們就走人 可能基本那個 給你基本鍋底盤 你就不要再續點了 對 然後我覺得大家民眾不要迷信 有蟲子咬這件事情 有一次我就跟某個縣市的農業局長 一起出差 然後我就說那局長 那我選有蟲子咬的 這準沒錯 一定就沒農藥 因為蟲子都吃了對不對 他說你不知道 世界上有三種人 先知先覺 後知後覺 跟不知不覺 這個農夫其實有可能 他其實傻了農藥 但傻了農藥之後 又沒採收他 然後蟲子也吃了是不知不覺 不是代表他從頭到頭也沒傻 這可能是顧得最差的一攤 你知道嗎 我說是這樣嗎 他說所以不要以為有蟲咬 就一定沒有藥 對 是喔 所以一般為什麼葉菜類 像白菜 韭菜 油菜的餐料餅 都比較看 很多人以為熬完當然是精華 最鮮的 是精華 數個體重的精華